118 聯合部 易峰日記每天上傳臉書 2015年7月15日 話題 A5 篇鄉教育本部信聯合部是願景工作室 自2011年成立以來,始終以形數影響、 拆動轉變為終止、推出的每一個願景工程專題 皆以促成台灣正向改變為目標,努力讓台灣變得更好 願景工作室今年以對話世界、參與台灣為主題 我們陸續推出飲食革命、偏鄉教育、還印度洋等大型專題 並首度向社會青年開門 因選13位在學或畢業的青年加入願景工作室 與聯合部系的資深記者一起參與採訪與寫作 這項願景青年記者計劃為國內媒體的創舉 我們希望透過青年記者的參與,能與社會的脈動更為契合 能將願景工程的精神,再向下集根 願景工程今年6月推出編鄉教育專題,引起社會廣大迴響 當中介紹的逆轉聯盟自昨天開始 帶著60位約細孩子用10天的時間騎單車環島 他們將透過這個祈禱活動為台灣祈願,也完成自我的心智鍛鍊 願景工作室派出青年記者隨行 每天以逆風日記的形式記錄孩子們的環島成長之路 逐日上傳至願景工程的官方臉書活動專頁 請社會大眾一起共商勝舉,為約細孩子們加油! 請不要緊用時間 請大家記錄 請大家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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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